好,我们面板都配置好之后呢,我们可以点选工具箱呢,看到工具的右手边下面,这边都有一个三角形,这三角形代表着说,我们工具里面还藏有其他工具,所以我们必须对着工具左肩按着不放,就会弹开你的面板。 那我们在面板里面呢,可以选择我们要使用的工具,选了之后呢,在上面画一下,按住序的键可以画出正形形,什么叫正,就是按住矩形,按住序的键画一个正方形,没有按序的键的话是任意的长方形,矩形,好,那是椭圆形的话就是按住序的键画正圆, 没有按住序的键画就是图圆形,好,好,这些画完之后呢,你可以先把这些做个交叠,好,那帮它填上不同的色彩,那我选择粉一点的,好,往上拉就会粉一点,好,可以按住左键的移动,可以看到颜色变化,好,这个,选红色,好, 都选好之后呢,把它全部选起来,打开视窗透明度面板,好,打开之后呢,我把它选择色彩增值,好,不透明度下降为80,它就变成像这样子,好,当然我可以在口备Alt键按着左键,好,现在使用的是黑色箭头的选取工具,快速键是V,按住Alt键,出现黑白的箭头, 左键按着往任意位置拉动,这样就是一个拷贝的动作,好,进行这个拷贝,好,再点它按Alt键, 再把信息再拷贝过来,好,按住Share键等比例缩放,好,好,现在是好了之后呢,我现在把它圈起来,这几个要把它群组,群组的话呢,可以点选Ctrl加G, 它是Mac所谓Ctrl加G,好,如果是PC的话是Ctrl加G,好,要解散群组的话就是, Shift加Ctrl加G,好,解散群组,好,好,我们这边把它选起来,Ctrl加G,好,好, 好,群组好之后呢,我们现在来画一个正身角形,点选多边形工具,画面上左键点一下, 好,这个多边形呢,让它是三个边,然后按下确定,好,这就是正身角形,好, 好,那我们呢,把它放大一下,按住Shift加Alt键按着,哦,Mac的话是Shift加Uption, 放大,好,那这个呢,我们帮它填个色彩, 拷贝一个Alt键按着,拉个出来,好,这就看你要圈哪一个位置, 如果想要把,下面刚才画的物件通通塞到三角形里面, 三角形必须按右键,排列顺序,移到最前,它必须在最上层, 然后物件在下方,也就是说你容器要在上面, 然后要塞进去的内容物必须在下面, 两个选起来,再点选,剪裁遮色片,制作, 它就会塞进去,哦,再换这一个, Alt键按着,拷贝一个三角形过来, 好,两个选起来, 剪裁遮色片,制作,好,再换这一个, 选起来,剪裁遮色片,制作,好,那你现在获得了这么多的三角形, 好,那我现在可以帮它来做一个旋转,好, 像这个要做旋转,我可以点选, 工具箱上面的旋转工具,点一下,好, 在,我想要在这个锚点做圆心,好,在这边左键点一下, 定圆心,左键再点一下变十字, 按下Alt键或是Alt键,好,Alt是Mac, Alt是Windows,再点一下,好,角度呢, 好,那我现在要转360度,好,那转360度的话, 这边,你可以看一下你要转几度,好, 假如我转60,好,于是可以看一下, 好,好,按一下拷贝,好,再来再按Comp, 重复上一个变形的动作,叫做Ctrl加D,Compand加D,好, 好,再来,好,这样就转了一圈,好,就形成一个造型, 好,再选起来, Compand加G, 这也是, 定圆心,左键一下,按住Alt键,就是Alt键, 左键再点一下, 出现一个十字跟虚线,左键再点一下,好,60, 倒背,然后再Compand加D,Ctrl加D, 就形成一个造型,好, 换这个,一样,点选宣传工具, 在右下角的锅点,左键点一下定圆心, 左键再点一下确定, Alt键按着出现虚线的时候,左键再点一下,好,设定60, 拷贝, Ctrl加D, 这也是形成一个造型,好,选起来,Compand加G, Compand加G, Compand加G,好,群组嘛,Ctrl加G, Compand加G,好,这边好了, 那这个造型呢,就是我们可以完成的一些装饰小物的一个造型, 好,这些可以运用到背景上,好, 假设你背景可能是,你可以画一个, 从左上角拉到右下角的一个矩形, 这样画满,好,然后选个色彩, 剪的绿色,好,那我上面做一点装饰,好, 装饰我可以点色表这边,点图, 点一下这个装饰,好,那当然没有这么强, 我点一层,因为点了之后就会被填满了嘛, 所以我点一层,按一下, 拷贝,再按一下,贴质上层, Ctrl加F,好,然后点一下, 好,他用这花纹,那我不要这么强烈的话, 我可以降低它的不透明度, 好,这淡淡的花纹压在上面,好, 然后这时候呢,你再把你画的这个几个装饰的图, 我们可以借这个方式呢,把它带进来, 好,排列顺序移到最前, 排列顺序移到最前, 好,放大, 或是做个旋转,点一下物件, 然后转动, 比较有趣一点, 好,用这个装饰性的, 做到后面去,那你一个底图了, 这样基本上就完成了, 那我们点了之后,它是会有一个外框, 对不对,这个外框如果, 有时候你点没有的话,请注意一下, 你是不是在, 这边按到了隐藏边框,要注意, 如果你没有边框的话,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, 隐藏边框, 好,以上呢,就是我们可以运用, 一些基础造型呢, 我们这些矩形啊,或是原料矩形, 画一个基础形, 然后再去做旋转, 然后配合透明度去做应用的一个方式, 制作一个底温, 好,以上,